《星球队》 《星球队》 我是联想王 让你的想象力 是他 欢迎各位收看由松下电器 独家冠名在中播出的江西卫视 公益意志节目 我是联想王 马上就到中秋了 这一天呢是团圆的日子 现代人在外打踢 那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 怎么样过好这个团圆的日子呢 我觉得只能靠我们自己联想了 我们只能够联想 我们在同一天月光下 共吃同一个月饼和家人团聚 当然在这样的日子 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在江西巡屋县吉坦镇建立江西城广电视台 博爱幼儿园 最近这家幼儿园已经进行了开工电机仪式 我们会随时为您公布这个工程的进度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脑洞大开 我们将会分为三轮 一共有六位选手挑战脑力 有请第一组选手 他们是清华校讨孟战东 还有一位选手是北大爱心才女王滨露 欢迎两位 孟战东作一作介绍 大家好 我叫孟战东 来自清华大学 是一名硕士二年级的学生 我这个人说不上哪很行 但也都还行 所以今天给自己贴个标签 大言不惭叫全能学霸 怎么讲在学习方面 我曾经两次获得过国家奖学金 拿过中华大学生新闻奖 那么在体育方面 我是学院的网球队的队长 也拿过业余网球赛的冠军 那么在文体方面 我是校园主持人 也拿过大学生主持人大赛的冠军 所以看了之前的节目 我一直觉得这个 我是联想王 最重要的是要全面 对不对 那全字当头勇者胜 今天我也希望可以成为最后的王者 这还比什么呢 年度冠军就颁给他吧 我很好奇 你的颜值在清华南当中 算是什么水平 算是中等 中等啊 对 他又比你更帅的 因为俗话说了 富有诗书 气自华 我这是学习一般 所以只能堪称中等 谦虚了 确实长得帅 才高八斗 而且还是一位网红 我就有点不太理解了 你就正经就读书得了 你怎么在网上那么红呢 你在网上是怎么走红的 就是有一次飞机试驾 然后开一次飞机 当时在天上 那个自拍啊 这个光线特别好 真的是360度 无死角的光线 就拍了几张 对对对 就是这个 然后当时传到网上之后 就不小心被转载了之后 然后也不小心 被大家称为是这个 清华跳套 这个跳伞的也是你吗 对 也是我 我一直特别恐高 然后这是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你恐高你还敢玩这个 有很多事情 一辈子只能做一次 比如结婚 第二我觉得就是跳伞的 比如说清华南 和北大女站在一起 让我们欢迎小王同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冰露 来自北京大学 全能学霸 我也不敢当 我爱好也就是 拿到最高奖学金 没事的时候 弄个发明专利 写写文 创创业 韩谈钢琴 车车葫芦丝 偶尔练跃跆拳道 舒展一下筋骨 今天来到这儿 是听说我是联想王兰木 他要为孩子们 筹办一个爱心公益幼儿园 我曾经到柬埔寨 和四川山区 都当过志愿教师 也对这些孩子们 非常的了解 因此今天来到这儿 我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新华南北大女 这样的组合 我非常喜欢看到 在这儿谁输 谁就是给学校掉链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们有什么话 想对对方说 身边这位学妹呢 确实非常牛 但是作为一位老学长呢 我有责任和义务 让你意识到自己 非常有潜力 将来的进步空间 还有很大 这个连师未名和唐方 享入非非少年狂 即使圣者为王 小女不才刚好姓王 适用承让了 闲话不多说 我们第一轮的比赛 现在正式开始 这道题要考察的是 你们的推理联想能力 你们要根据图片 联想出一种军事武器 一共四幅图 数字 四 有人抢答吗 我们来看第二张图片 中航工业成飞 梦战冬 我自己平时比较喜欢 军事方面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看到这个之后 它是中航工业成飞 成飞的话应该是 中国成都 飞行制造公司的一个简称 如果说到这个的话 最近发生的新闻 应该就是在7月初的时候 首次试飞的歼20了 歼20 军迷答这个题有天然的优势 这个北大没办法 但是 不一定对啊 万一它被喷了呢 拭目以待 来看结果 恭喜你回答正确 确实是歼20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剩下的线索吧 歼20是隐形战机 第四张图片 最后照片就是这个 最后照片就是这个 这个算是我国军工水平的 最高水准 在世界上也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最后的答案就是歼20 恭喜孟战冬1比0 请先 王冰露 如果下一道题 你的学长再答对 你就要被淘汰了 不能丢北大的面子啊 好不好 我努力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题 这道题要考察的是 你们的听觉联想能力 请看题目 好 ABCD春夏秋冬 请问这段音乐表达的是 哪个季节的意境呢 王冰露 乔赵的题啊 也是想要评评运气 因为我妹妹是念古中的 我虽然没有练过古中 但是这个意境呢 其实和春江花月夜的意境 有点像 所以我觉得 比较像春天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想选A春天 冰露的答案是春 我们来看结果 恭喜你 回答正确 这确实是春江花月夜 哎呀 我们听这段音乐 你就会觉得很美 春天 有一片小粥 走在湖面上 月亮升起来了 然后下出那种轻微的风 哎呀 这段音乐就是 阐述得特别好 哎 小王确实很优秀啊 而且我听说就是 你做志愿者 特别受孩子的欢迎 是的 我曾经到柬埔寨那边 去给孩子们 做英语的志愿教师 在那儿 孩子们过得 确实比较贫穷 他们因为没有钱买鞋 总是光着脚 他们娱乐方式呢 就是跳跳橡皮筋 打打排球 而橡皮筋啊 是那种没有弹性的线 排球是一颗破的 不能再破的皮球 我在那儿染上了寄生虫 一度以为自己要挂掉了 然后有个孩子在看我 就送给我一颗小芒果 他告诉我说 那是他省下来的早餐 那一刻啊 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地感动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世界上 真的不止眼前的安逸与苟且 还有太多太多的事 我们需要为这个社会所奉献 那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赶快把奖学金给我们捐出来吧 好的 以后有机会一定就要 来 最后一题 谁赢 谁坐上晋级宝座 要考察的是你们的记忆联想能力 请根据提示 联想一个成语 高手对决勇者胜嘛 我觉得现在必须得博一下吧 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其实我大概脑海当中 能出现两个成语 一个是诗经里面的战战兢兢 我还能想到一个战战什么 但是现在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战战战末 孟战冬的答案是战战兢兢 万一这个战是右边部分的 他抢答了就说明 他有点年少轻狂 来 我们来看孟战冬最后的结果 他不得不服了 恭喜你回答正确 来 我们来看一下提示 其实这个提示一出来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最后的答案就是 战战兢兢 这道题你等结果 也是等着战战兢兢啊 对对对 因为冰露太强了 然后我也知道他之前 在很多提醒方面 做了很多的准备 那我真的只能服务一下了 虽然我今天没有走 最后呢 我也把这个重担交给你啊 希望您带着清华和北大 共同的荣誉 共同的友谊 一路走到最后 越战越勇好吗 好 谢谢冰露 再见 来 掌声送给他 战冬 还有一个礼品的机会送给你 来 好 好好好 开头嘛 六六大顺 我选六哈 礼盒开启 哇 恭喜战冬 获得了由松下电器提供的 泡墨镜系列洗衣机台 松下洗衣机 以创新洗涤科技 为您开启 全新质感生活 让爱静在身边 当然这台洗衣机 我们要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 购买一元工艺服带 我们将有五次的开奖机会 谢谢战冬 来 请坐上晋级宝座 有请第二组选手 他们是手游设计师 锦阳和海归女装设计师 横胡安 欢迎两位 来 锦阳做个做介绍 大家好 我叫锦阳 我们设计的游戏 现在已经有超过 一千万的下载量了 我觉得玩游戏 是一种很好的 锻炼想象力的方法 所以我希望这个 能够帮助我今天的答题 锦阳我是听说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是张艺谋的助理 对吗 对对对 跟着张导让我能够看到 他工作中遇到的很多困难 跟这个挫折 奥运会不是有一个 那个升奥运棋的一个仪式吗 当时找来了这个三军一战队 然后风雨无阻地训练了 快一年的时间 训练了我们的张导 跟那些战士们身上的 那个皮都晒掉了几层 看到我们在场的 每个中国人都是 热泪盈眶 非常的感动 好能想象 到了最后彩排的时候 我们找来了一群老外 然后发现老外他们看的时候 就没有我们的那种感动 考虑到想要全世界的 这个观众都能够看懂 他就把那一批 迪装队全部给换掉 换成了56个民族的小孩 去护送这个奥运棋进场 所以练了一年的项目 最后一看收视率不好就换了 这身身也蛮大的 彭湖弯 这是真名吗 是的 大家好 我是彭湖弯 没错 就是外婆的彭湖弯 我爸爸弹给我妈妈的 第一首吉他歌曲 就是外婆的彭湖弯 所以成为了我的名字 就是也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彭湖弯是做什么的 我是女装设计师 平时呢 我喜欢在旅行中 寻找一些设计的灵感 把一些看到的人物伤水和风景 把它们变成 我服装上的设计元素 那今天你这件白衣服 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对 这件衣服是我之前 去北欧旅游的时候 然后我看到一片 特别美丽的冰川 当时我就在想 能不能根据这片 美丽的冰川设计套衣服 所以这件衣服 就是这样子来的 看来两个都是 以设计建长的 不知道今天 你们二位设计师之间的对决 谁会胜出 第一轮第二组的比赛 现在开始 首先来看第一题 这道题要考察的是 你们的组合联想能力 请你们根据图片 联想两位明星 白白河和王洛丹 超像的 他们俩撞脸撞得这么厉害 是 我以为是一个人 整容前整容后呢 但是确实是 还是有区别的 白白河和王洛丹 正确吗 我们来看结果 回答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哪两张图片组合在一块的 好吗 哦 他俩的牙都一模一样 太吓人了 这个算是娱乐圈里面撞脸 撞得比较厉害的人吗 其实也蛮多撞脸的 比如说那个芙蓉姐姐和郭东霖 你觉得很像吗 你这么一说还真像 是吧 那个景阳你能想到谁吗 我觉得这种题对我来说 难度真是太高了 因为我连自己朋友的脸 有些时候都会认错 你是学动画的 动画界有一个人 撞脸撞得很厉害 有一次我三岁的小侄子 在电视上看到雪村 他说公投钱 第二题要考察的是 你们的创意联想能力 请你们根据一段视频 联想出这是什么产品的广告 请看 这个底下不断变换的是数字 你终于抢答了 这种我应该蛮擅长的 因为里面没有脸 对对对这很重要 这个太重要了 我猜应该它是意味着 中间那个电灯的寿命特别长 所以我猜应该是 松下牌子的电灯 你说前面是电灯的广告 我还要质疑一下 但你说是松下电器的电灯 松下电器的电灯 确实是很持久 我全家的电器 几乎都是松下的 还缺洗衣机吗 我已经有了 但是你再送我一台 也不介意 但我们家缺一台松下的鞋 好 锦阳的答案是电灯 这道题会不会送分给他 我们来看最后的节目 有这么容易猜吗这题 恭喜你1比1打平 这个广告其实拍得特别好 它确实是一段电灯的广告 后面还有 我们再继续看完 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家庭 从第一天组建 就用了这个电灯 你看三千多天的时候 已经二 三胎了 三个孩子了 但这个电灯还没坏 三千多天应该是十年了 好温馨啊 就寿命这么长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好 1比1打平 我们来看看第三题 你们谁能够抢到 谁输 谁回家 谁赢 谁进棋 这道题要考察的是 你们的推理联想能力 请根据四幅图片 联想一种运动 这个没人抢答是正常的 因为项目实在是太多了 好 我们来看第二张图片 菜鸟高手 锦阳 其实我小时候学过这个 你升一级就变成一个黄带 再升一级变成绿带 黑带当然是最高的高手 再往上还要分好的段 所以我猜是跆拳道 跆拳道 是不是很佩服我的这个联想能力 就只要不要有脸的 我都OK 你虽然是脸盲症 但是你不要脸起来的精神 还真是第一名 好 锦阳的答案是跆拳道 这个答案是否正确 来看结果 好 谢谢 恭喜你 回答正确 你看 只要是不戴脸的 锦阳就能够抢答正确 关于跆拳道的联想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提示 我们看完吧 来 看第三张图片 跆拳道的标志 这也是奥运会上面的一个logo 第四张图片 这是我国的跆拳道选手赵帅 他在礼约获得了金牌 这也是我国第一块 奥运会的男子跆拳道金牌 相当厉害 来 最后答案 跆拳道 那我们把掌声送给澎湖湾吧 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 再见 恭喜你 锦阳 你的身后还有 一 二 三 四 五号礼盒没有开启 我选择三号 三号 礼盒开启 恭喜 锦阳 你获得了由松下电器提供的 清静乐系列洗机台 松下洗机 以创新洗礼科技 为您开启全新质感生活 让爱尽在身边 当然了 这台洗机 我们也要送给电视机前的您 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 购买一元福袋 参与手机摇一摇 就有机会把大奖拿回家 我们将有五次的开奖机会 好 锦阳 请登上你的晋级宝座 和我们的山东坐在一起 让我们有请第三组选手 第一位是主家族网络女主播 杨胡蓉 另一位是酒店高级管理人员 李佩潜 欢迎两位 来 请上打题牌 来 李佩潜请做个自我介绍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佩潜来自香港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 第一次来到南昌了 我希望所有同学都可以 拿起你们的热情 去支持一下我这个香港人 好不好 李佩潜现在是在香港 做这个酒店的管理员 会看到世界各地的人 来你们酒店 很有意思的地方 能给我举几个例子吗 几个国家是特别 令我印象深刻的 但我能想到 印度人的时候 就会记得他们 很多的是吃素 想到德国人的时候 都会记得他们很讲 很讲究那个效率 能想到俄罗斯人的话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他们是冷冰冰的 平常 但是有一个俄罗斯的客人 他喝醉之后 在我们酒店 见到每个人都 去拍一盒巧克力 非常非常可爱 所以我觉得 一个四肢的观测力 还有一个丰富的联想力 可以让我们在酒店里面 工作的水平 可以大为提醒你 欢迎帅哥李佩潜 让我们认识一下杨福荣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杨福荣 来自湖北恩施土家族 我平常是一个爱唱爱跳爱玩的女生 但是朋友都说我智商经常欠费 所以今天来现场是想证明我的智商 刚才你现在跳的那个舞是土家族的舞吗 对 是我们土家族的白手舞 然后我们土家族的姑娘 基本上都会跳 而且不光是会跳还会唱 我们每年会有那个女儿会 然后在女儿会上呢 你要看到你中意的男子或女子 你就会上去跟他对歌 比如说百叔要是去的话呢 大家可能有姑娘就会唱 和你一口茶呀 问你一句话 你爹哪个爹妈 say 在家不在家 这样的 不是 他唱第一句的时候配合那个挑眉 对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挑眉吗 对对 一定要眉吗 就是神情一定 你爹哪个爹 一定要这种 你知道吗 一定要这样子 那你看上我了 为什么要问我的爹妈在不在家呢 因为先要打听一下你的那个家事 那如果爹妈不在家呢 你就这样讲 我就说 我的哪个爹妈 say 已经分了家呀 那我干嘛说我爸妈分家了呢 那或者你换一个 你说 我换一个 来 你再给我对个歌 好好好 你自己想一个 我自己想一个 我自己想一个 我你也口茶呀 我你也句话 你得配合这个挑眉 我要挑 我在后面会挑 你后面会挑 我你也口茶呀 我你也句话 你也给哪个爹妈 say 在家不在家 这位小妹子啊 看你会唱过 拿起你的手机啊 微信扫一扫 左扫咱就扫啊 我们来扫一扫 就这样就就 一般 一般就会相亲成功了 对 好了 一个是土家族的姑娘 一个是香港的公子 来 马上上战场了 有什么样的狠话 要放给对方 虽然这里是南昌 但是我会把这里 变成香港 我的主场 放过来 用粤语再讲一遍 虽然那是南昌 但我会比你都在香港 我会给主场 放过来啊 一会我就让你 马上下课 知道吗 我作为一个新疆人 实在是不能忍受 你的口音你知道吗 你用你们家乡土话 再重复一遍 好 你喝茶 别喝茶了 把里面变成你的猪唱 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就让你看哈 你只能想想一哈 好了 两位 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第一轮 第三组的比赛 正式开始 首先 第一道题目 要考察的是你们的 推理联想能力 请你们根据四张图片 联想一个物品 没有人抢答的话 我们要看第二幅图片 一片竹林 中间有个小亭子 还是没有人抢答 场上气氛有点尴尬 来 继续看提示 看第三幅图片 木逸 一看就是他扮演了一个角色 这角色的物品很明显 怎么还是没有人抢答 好着急啊 好 我们来看 第四张图片 杨芙蓉 莲花灯 莲花灯 和你一口茶呀 和你一只花 马上就要被喷咯 心情有点复杂 他的答案是莲花灯 这个答案是否正确 我们来看结果 李沛钱 你知道正确答案吗 我知道啊 我的答案是孔明灯 这个答案会不会正确呢 来我们来看结果 来我们看看最后的正确答案 孔明灯 恭喜李沛钱 那我们解释一遍吧 图一 中秋节有放孔明灯的习俗 图二 最早的孔明灯 是用竹子编起来的 然后糊着纸 第三是路易扮演的诸葛亮 又名孔明 孔明灯 你怎么会猜到莲花灯 好 我们来看第二题 这道题 要考察的是二位的推理联想能力 请你们根据图片 联想一个汉字 哦 是月吧 月 月亮的月 这个答案是否正确 我们来看结果 好 吓死我了 恭喜你 后面其实还有一个提示 来看一下 假古文 月字的写法 正确答案就是月 月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象形文字 在古文当中指月亮 那由于月亮这种圆缺变化的规律性 古人呢 便将月亮变化的一个周期称为一个月 形成后来所说的农历 那中秋节我们出这道题也是相当应景的 我又好奇土家族你们这个节是怎么过的 我们一般呢就会在地里去偷一个冬瓜 然后就比如说我希望你就早生柜子 那我就会把这个冬瓜放到你家里去 就希望你早生柜子 好 一比一打平了 其实就看你们的第三道题目了 你们一定要把握住 好吗 这道题要考察的是你们的观察联想能力 请你们根据图片的提示 联想一句古诗 一个是香港 应该是跟我们的赞助商有点关系 我看 松下问童子 言诗采要去 松下 松下 哦 松下 松树 松树下面 对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只能对松下的老板说 这道题是我们送给你们的 但是不一定对 我们来看结果 松下问童子 言诗采要去 这句古诗回答正确吗 你配钱会被淘汰吗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松下电器 独家冠名 在主播出的江西卫视 公益一致节目 我是联想王 松下问童子 言诗采要去 这句古诗 回答正确吗 你配钱会被淘汰吗 恭喜你 回答正确 来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就是这两句 哎呀 我们的导演组 给松下做广告 也是很拼的 好 谢谢配钱 再见 好 恭喜 来 掌声送给她 恭喜我们的杨芙蓉 晋级下一轮 来 身后我们还有礼盒 选一个 那我就选二号好了 礼盒开启 恭喜你 一朵玫瑰花送给你 还不如给你送个冬冠 对呀 送给我的冬冠 恭喜芙蓉 可以坐上我们的晋级宝座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 本场的第二轮的比赛环节 第二轮我们要考察的是 选手的再造联想能力 首先来看一下比赛规则 本轮考验的是 选手的再造联想能力 三位晋级选手 根据特邀嘉宾的表情 和肢体语言进行联想近开 采用轮答方式 每人90秒 答对下架答 答错则继续答 第一位时间耗玩者 急遭惩罚淘汰出局 下面让我们欢迎 本场的特邀嘉宾 龚征 大家好 龚征中国内地男演员 与孙丽刘涛 共同出演了《米约传》 凭借电影右廊 获得第15届电影频道百合奖 最佳男主角奖提名 最近的龚征出演了 热播抗日大剧 《我的爱情撞上的战争》 受到了很多观众喜爱 欢迎龚征 咱们是老朋友了 对啊 又见面了 第二次来到咱们的节目 这次的任务更重了 因为你知道 我们的表演嘉宾 现在的表演状态 直接影响着 我们选手的联想能力 真的吗 第二次来 你会不会吸取 上一次的经验呢 上一次 我都忘了什么样的表现了 我都蒙着做的 这么健忘 真的 我都是蒙着来的 龚征这次不光是回家 不光是参与节目 还要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 朋友们想不想听 而且这首歌 跟我们的月亮也有关系 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首歌 叫《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第一次听你唱歌 被你的音域给震到了 我是特别低的 属于男低音 你应该能唱那首歌 这是我一辈子都唱不了的歌 就是 我当着是有工人多荣耀 头带旅馗走天涯 头带旅馗走天涯 没练过这首歌 男人要沉得住气 我就沉不住气 你很稳了 孔真最近演了一部电视剧 当我的爱情遇上战争 我的爱情撞上了战争 孔真最近演了一部电视剧 收视率非常高 叫我的爱情撞上战争 还有个懒字 撞上了战争 郭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 当时其实本来的名字 是我的爱情撞上战争 但是呢大家好像是有一个说法 就是 双的好像就这个戏活不了 我的爱情撞上了战争 单的 单的 双的就这个戏就不会太火 然后呢当时制片人 他们就说好吧 那就再加一个字 大家绞尽脑汁想了半天 最后加了个懒字 哦 sweet 你们业内都喜欢 取这个单字的名字 对比如米月传 是 西游记 西游记 好吧 红楼梦 三国演 这四个字的 四大名就跟我们说完了 这下是 就可能是这个业内民间传闻 这是一部怎样的剧呢 算是抗日的一个偶像剧 就听起来还是挺靠谱的 因为其实前段时间啊 特别是这种抗日剧 大家都会认为是神剧 手撕鬼 对 就是离谱到诈 这个一个连长说 我的这把枪 能够打中八百里外的敌人 然后网友就说八百里外是什么距离 就是北京到乌兰巴托的距离 这个就是属于抗战神剧了 而且是一个手雷 能把飞机给 炸飞机 但咱们这个剧啊 是绝对靠谱的剧 所以我在演的时候 我特别当时跟我们武行的导演 特别提出来 一定不要太雷 一定要真实 因为他就是一个人 他虽然前史是 蔡廷凯将军的警卫牌的牌长 是一身的功夫在身上 但是呢 他毕竟是一个反员 好 那今天咱们就是一个拍戏的现场 你演的愿好 他们的联想 就联想的愿好 该进入我们的主题正题了 是的 来 有请进入第二轮的三位选手 欢迎三位 这一轮其实三位 是一个公平竞赛的一个环节 拼的不是智力 其实拼的是反应 而且龚征老师在这一轮 他的表演的阐述 将直接影响着你们的联想的能力 所以你们一定要抓住 他表演的每一个细节 好吗 好 最后我们决出一个胜者 在第三轮有两项特权 三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第二轮的比赛正式开始 三二一到计时开始 两个字 拔牙 拔牙 正确 来 敬言 两个字 逗留 正确 不容 两个字 打架 干嘛 那个 过 什么 过 好 两个字 射击 不对 那个干嘛 我怎么知道 射箭 正确 好 来 一分二十四 两个字 两个字 杨勇 正确 敬言 一分二十三 两个字 二胡 正确 好厉害 来 两个字 杨勇 你的时间最少了 写诗学字 毛病 书法 正确 来 杉龙 三个字 三个字 你在干嘛呢 好推吧 正确 两个字 烟花 汽水 可乐 接近了 接近 快 一分零二了 加油 快快快 要过吗 啤酒 香槟 正确 来 乌龙 一分零三 三个字 这鞋带 擦鞋 正确 战龙 一分十 你的时间最长 两个字 投前轴 两个字 投掷 标枪 正确 来 请言 时间最少了 五十三秒 两个字 鸭子 正确 乌龙 五十五秒 两个字 很好 很好 那个耍大刀 两个字 两个字 剃材 过 过过过过 你这体育真是不敢去 四个字四个字 四个字 正确 正确 漂亮 好聪明 来 三个字 又到静言了 四十六秒 三个字 收音机 正确 来 扶若 三十三秒 两个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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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帅 两个字 摔手 摩托 正确 正确 来 时间停 又到战龙了 五十二秒 三个字 三个字 几滴铁 过过过过来第一次过 三个字 几滴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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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 来 静言 两个字 两个字 还有三十四秒 吃饭 吃火光 哦 火光 正确 好 两个字 摩耳朵 想 想问题 抽键盘 打出去 听音乐 音乐 八 七 六 五 四 四 二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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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的天哪 有种破碟的感觉你知道吗 你看看那两个字是什么 打碟啊 这么帅的动作你看不出来吗 我 我以为你搓键盘呢 谁会这么搓键盘呢 哎呀 来吧 掌声送给我们勇敢的服务妹妹 谢谢 谢谢 祝你生快乐啊 好 送走妹子了 我们还有两个纯爷们儿 一个二十八秒 一个二十四秒 起鼓相当 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轮 但是谁能够在第三轮 获得两项非常重要的特权 三 二 一 比赛 继续 两个字 啊 两个字啊 画 过 过 来 四个字 这个成语 啊 啊 啊 这是画长 正确 还有十秒 来 静岩 两个字 打棒球 啊 棒球 正确 十秒钟的 战龙 三个字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回到正确 还有一秒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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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钟我们要继续玩下去 来 静岩 还有二十秒 四个字 万一他没打上来呢 四个字啊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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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三个字 呃 照相机 回答正确 来 给你啦 一秒钟 你看你们这局打的有多险 你还剩最后的三秒 如果刚才他把这三秒浪费了 你就能撑到最后了 来 你们先换一下衣服 谢谢两位 好 谢谢 谢谢 那当然今天 嘉宾呢 也要送给我们的观众一些礼物 身后还有一号 四号 五号礼盒 来 龚征 请选一个礼盒打开它 送给我们的观众 看看一号礼盒 是什么奖品 八十八元的红包 谢谢龚征 谢谢 好 下回见 再见龚征 龚征超出的八十八元的红包呢 我们也会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 参与手机摇摇 购买一元多余服带 就有机会把这个八十八元的红包抢走 我们将有五次的开奖机会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最为关键的 第三轮的比赛了 本轮考验的是 选手的归纳推理联想能力 大屏给出十六个线索 两位选手轮番逐个剪除 与答案无关的选项 一旦剪到相关项炸弹爆炸 即宣告失败 并接受终极炸弹的惩罚 另一人则成为本期联想王 欢迎两位来到第三环节 第三环节我们能够看到 一个黑色的巨型炸弹 这个炸弹的威力会非常巨大 在这一轮要考验的是 你们的归纳联想能力 来看一下我们为你们设计的线索 第一条江西凌川 第二条悠然见南山 三 王福 四 赏花 赏月 赏秋香 五 苏低春晓 六 润物细无声 七 凉风有幸秋月无边 八 也无风雨也无情 九 诗说 十 假疑论 十一 吃货 十二 千里共缠捐 十三 呵呵 十四 映日荷花别样红 十五 宰相肚里能撑船 十六 花好月圆 十六条线索 请你们剪掉和苏式无关的线索 剪错一根线 炸弹就会爆炸 当然 在第二轮当中 景阳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所以在这里你有两项特权 一 可以优先剪线 二 遇到捉摸不透的问题的时候 可以求助我们现场的观众 都明白了吗 明白 一位清华学霸孟占东 一位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 谁能够获得最后的大奖 终极比赛正式开始 景阳你的第一次选择要捡起号线 我选择捡十五号 宰相肚里能撑船 这句话好像不是苏式的诗句 来 我们来看结果 恭喜你 回答正确 谢谢 宰相肚里能撑船 和苏式确实没什么关系 好 来吧 学吧 采菊东临下 悠然见南山 应该不是苏式的 所以我 选二号线 二号线 悠然见南山 和苏式有没有关系呢 恭喜你 回答正确 采菊东临下 悠然见南山 是谁的诗句 我选择 哇 你们都学习很好嘛 走走走走 陶渊明 来吧 锦阳 又到你了 我选择求助现场观众可以吗 你的第二次就要求助现场观众了 好吧 来 现场的观众 可以来选择一下 你们认为哪一个选项和苏式无关 好 我们的观众为你们选出了他们认为和苏式无关的三个选项 我们来看看观众的选择 观众的选择是 那我选择是 那我选七号吧 你的选择是七号 梁峰有幸 秋月无边 对吗 对的 因为我觉得另外两个好像在这个周星池里面的这个唐伯虎点秋香好像看过 那应该是苏式写的吧 七号 好 你已经剪断了七号 梁峰有幸 秋月无边 这句话是苏式说的吗 如果是他说的话 这个炸弹就爆了 如果不是他说的话 这个炸弹 就不会爆炸 我们来看结果 会不会爆 你自己也把耳朵捂上了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观众 你们救了他 梁峰有幸 秋月无边 这是一个著名的历史虚构人物 韦小宝说的 来吧 青花笑草又到你了 我大概心里能排除掉几个选项 然后 这个环节只能 在不确定里碰碰运气了 我选 我选一 一号 相信林川 来吧 你自己做决定 这样吧 这个江西林川我也不确定 但是刚才观众朋友给了这个 三个选项哈 那我就用一个吧 我选四 四号 赏花 赏月 赏秋香 你自己决定 我选一号 相信自己吧 江西林川 对 来 全场倒计是 三 二 一 请选择 一号 江西林川被剪断了 清华笑草 拿过两次全能奖学金 获得很多创业大奖 获得很多创业大奖 有很多自己的小的发明 本思无数 他会栽到这道题上吗 拭目以待 恭喜你回答正确 江西林川 是王安石的故乡 王安石也说过 宰相度里能撑传 就中国咱们见过这么多的诗人 官做的最大的就是王安石 好 又到你了 你俩休息了半天 就剪掉四条线索 还有十二条呢 兄弟们 我选六号 润物系无声 舒适航是一个 宋代的一个词作家 词的话 那这个字的长度 应该会比较长嘛 你都这么推理了 你还无耳朵干什么呢 怎么这么不相信自己呢 回答正确 恭喜你 润物系无声 这句诗 是唐代诗人杜甫的名句 战东 又到你了 这一环节 我剪九号诗 九号诗说 这是你剪的最干净的一剪子 诗说 是不是苏氏写的 回答正确 诗说 是谁写的 韩玉 哇 你们都知道啊 下一期你们派一个代表来参加好吗 没错 是韩玉写的 来 压力又转嫁给你了 还有十条线索 哪条线索和苏氏无关 哎呀有很多很明显的 你们怎么看不出来呢 急死我了 我们全场要给你倒计时了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来告诉我们几号 十四号 十四号 应日荷花别样红 应日荷花别样红 会不会是苏大师的名剧呢 好像全场的观众对你不太信任吧 都把耳朵捂住了 那我们躲远一点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松下电器独家冠名 在主播出的江西卫视公益一支节目 我是联想王 好 吓你一跳啊 雪霸 Come on 我想十号 十号 假疑论 对吗 对 这篇文章 是不是苏氏写的呢 如果是苏氏写的 它剪断了 这个炸弹就会爆炸 如果这篇文章另有其人 那么你就安全过关 让我们全场一起来静待结果 会不会爆呢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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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你剪错了假疑论 我跟你说所有写议论文的都应该看一看假疑论 这是议论文当中非常经典的一篇文章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这个脉络吧 王福苏氏的妻子也无风雨也无情 定风波诗句假疑论被你剪掉了 苏迪春晓这个太著名了在杭州对不对 还有吃货他就是吃货的鼻祖 你们 东坡肉东坡肘子 你们去了杭州就知道他真是太爱吃了 所有的菜都是他发明的 呵呵竟然也是跟苏氏有关 只要我们看苏氏给朋友写的信当中 都会用到呵呵两个字 但跟我们现在微信里发的呵呵 完全不是一个意思 明月起时有千里共产娟 最著名的一句诗了 不管怎么样 清华校草 你败在了假疑论上 还是功底不够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好 谢谢哥 谢谢大家 好 来让我们全场再以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联想王 景阳 恭喜景阳成为本期的联想王 电视机前的观众呢 我感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 摇一摇就有机会获得本期的终极大奖 由松下电器送出的型号为 MA6152的奇迹一台 松下奇迹以创新洗涤科技 为您开启全新质感生活 让爱静在身边 当然了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为您的想象力证明 就可以搜索江西卫视 我是联想王 微信账号 报名参与节目 再次感谢全场的观众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让越冠军赛 我们再见 恭喜你 发型快换了 快快快 整一下你的发型 我的天 真的乱了 哎呀 颜值输 气势绝对不能输 大家常常把我定义为笑话 我就在修炼九年 希望多我自己的能力 让你变成一个笑话 高能脑力大作战 哎 第一个提示就强大 其实有风险 原来常刷微博 也能帮上分 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他 是要刷微博呀 记错了吧 那都不是 下周二晚上九点一刻 江西卫视松下电器 我是联想王 三二一 请看结果 针尖必须对卖忙 三二三 四三 四三 五三 四三 四三